賽前戰績是兩勝兩敗的古巴 迎戰義大利 面對只能贏不能輸的壓力 沒想到先發投手Torres 一開始就讓總教練Messa 插體尿褲子 他當對手一出局攻擊在上滿壘 這可惜 打擊的Samburgi 打成了內野滾擊球 形成了6-4-3的double play 也錯失了先持得點的機會 但該你的終究是你的 義大利在二局戰敗攻擊在一起 靠著安打推進加上投手犯規 近戰到三壘得分大門 而這時候打擊的Minio 敲出了中間方向的崔安打 送回三點上的隊友 率先打破鴨蛋1-0 只是雪茄兵團不愧是老江湖了 在下個半局 立刻利用對方先發投手不穩 近戰得點圈 學得打擊的Osvaldo Vasquez 也回進了左外野方向的四十安打 一舉將比數給扳平了 而在之後的比賽 紅色閃電儘管呂呂瀕成像 但就是無法突破封鎖 六局下半車顆強氣球 打在投手球上的Tracy Nielsen身上 他能忍著疼痛追球 趴在地上徒手將球拋給一雷手 Nice play 成功化解了壘上友人的危機 直將打不出古巴的Lucky 7 兩出局一二的友人情況之下 打擊的Death Plane 一棒打穿了三右防區 加上左外野手在處理球時又落了一下 讓二雷上的跑者輕輕鬆鬆跑回分類 攻下了超前分 而這一分看起來不多 對義大利來說卻又是遙不可及 最後兩個半局的共識都無攻而返 中央古巴是以2比1獲勝 預賽戰機三勝兩敗也粉碎了中央隊 晉級八強的最後一次希望 我來提新聞綜合報導